V6 涡轮增压 矩阵式LED大灯 八边形中网 无矿夹层车窗 六活塞卡钳 浮动式刹车盘 22寸铝合金轮车 轿跑式车顶 3D贯通尾灯 奥迪Q8 您好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奥迪Q8 它是不是奥迪Q7的轿跑版呢 理论上是 但是呢 现在的这些运动化的轿跑化的SUV 它跟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别 经过两代的开发 现在呢 轿跑版的SUV 它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了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的车型的时候 你很大程度上 已经不会再想到 标准化的那一款SUV车型了 它们在外观设计上 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们就以Q8为例 你会看到 它的这种独特的设计风格 在中网上直接就有所体现 在这种轿跑化的运动化的车型上 采用了八边形的中网 而在我们看到标准的SUV车型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一个六边形的中网 从这样的中网的设计上 就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区别 而当你看到奥迪Q8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 它的一款姊妹车型 就是跟它同时间推出的 保时捷的卡燕轿跑版 它们是不是只是壳不一样呢 与卡燕苦贝很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就是体现在它车身的线条上 在保时捷这款车型上 它是以圆润为它的主体设计风格 而在奥迪上 它采用了更加刚硬的锐利的线条 而且非常多的线条的层次 来突出它的奥迪自身的设计风格 当然了 大家都会想到 一个运动化的SUV 或者是轿跑版的SUV 它的公路性能一定特别高 而它会牺牲一定的通过能力 其实在这辆Q8上 你会看到并不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它的前唇抬得非常的高 以保证它有一个合理的接近角 同时呢 空气悬挂赋予了它灵活的底盘升降能力 它的通过性仍然能够像一台地道的SUV一样 所以这辆车 你会看到它的上盘是一个跑车的风格 但是它的下盘仍然是一个地道的SUV 能够有很灵活的通过能力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比标准化的SUV 更加丰富的体验层次的一款车型 一辆运动化的SUV 就是要体现强大的公路的性能 所以你会看到它非常宽的车宽 1995的宽度啊 再加一点点就达到两米宽了 你可以想象非常低的车顶 它就会让整个车的重心进一步的降低 同时呢 22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里面是一个六活塞的刹车卡钳 控制一个浮动式的刹车盘 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强悍的公路性能 当你把车顶降低 并且把C柱设计的像轿跑一样的倾斜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样的车型 它肯定会牺牲一定的内部空间 这是肯定的 比方说后备箱 当我们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后备箱高度是压的很扁的 但实际上呢 依靠这辆车的足够的宽度 以及大的后备箱的近身 它仍然能保证600升以上的正常行李箱容积 所以在实用性上面的影响 可以说微乎其微 Q8它遵循的就是四门轿跑的设计原则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 那这样的设计原则在哪体现呢 你会看到 哎 拉开车门 无框的窗户 那在高档车型上 你会看到夹层式的玻璃窗 它可以起到很好的隔音的效果 那另外还有一点来体现 它是一个运动化的车型 就是它的方向盘 平底的方向盘 而这方向盘的直径很小 并且它的转向手感直接 剩下就是很标准的奥迪的驾驶舱了 奥迪的驾驶舱 我觉得有一点 它和宝马很相似 就是他们非常遵循包豪斯的功能至上的设计原则 但是奥迪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就是在功能至上之外 它比较愿意炫科技 像这款车型 它就是三屏式的人机交互系统 其中中间两块中控屏 完全是触控 另外在奥迪车型上 你会发现 它几乎把所有的物理按键 全部用触控按钮来替代了 并且它在触控按钮上保留了物理按键 能够给人振动上边的手感 反馈这样的一个功能 不仅仅是在外表上炫科技 真正的科技功能 在奥迪上是确实存在的 坐进Q8的驾驶舱 你会感觉宽大 这辆车车宽接近于两米 它的中间的中央通道非常的宽 你可能会想象 这个中央扶手应该下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当你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除了一个可以无线充电放手机的位置之外 只剩下非常浅非常小的放杂物的空间了 当你把一个标准的SUV轿跑化之后 它的内部空间会不会受影响呢 从外表上来看似乎是受了影响 但实际上在Q8这台车上 它有着精妙的空间设计 从而呢 可以说把这个问题解决的非常的好 一方面它的车身很宽 另一方面它的座椅可以降的非常的低 另一方面这台车的轴距接近于三米 相当的长 那在架构的精妙设计之后 你会发现坐在右前座上 人有非常充足的头部空间 有着无与伦比的脚步的空间 因此在前座上 我将体会不到任何对于空间的牺牲 当然这也要带来了后排乘坐空间的优越性 我觉得整个奥迪的中大型SUV 也是遍及整个大众集团的同类型SUV这个架构 它的设计的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 就是它的整个的地板设计的比较低 它的地板是向下挖下去一个脚步空间的 我坐在这个座椅上的时候 我的大腿就能够得到很舒适的 充分的坐垫的支撑 七步空间可以达到三十厘米 同时这个座椅还能够前后移动十厘米 一半是四二四比例放倒 唯一一个地方我感觉不足 就是也是遍及整个大众集团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把杯架放在了中央扶手的正中间 即使这个中央扶手很宽 可是当我在这放了饮料瓶之后 我的手臂和饮料瓶之间仍然会产生干涉 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解决方案 Q8是一个会稍微感觉 不是一上来人和车就那么匹配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悬挂条非常的紧 它有很多驾驶模式 你要选择舒适模式的时候 它悬挂其实很柔软的 但是它的悬挂的连接件 调的是刚性十足非常的紧 所以在城市里驾驶的时候 你并不觉着这车 特别像一个豪华舒适的高档车 只要这路面一粗糙 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个震动 这路感不但是从你的座椅上感觉很清楚 脚踏板上感觉很清楚 方向盘上感觉也很清楚 并且它只要这个路面特别粗糙的时候 它只要一开始跟这些不平的因素相互冲撞的时候 它的整个车厢里会产生一定的灰音 但是只要这路一开始平坦了 不再有这些粗糙了 即使有波动 它也会变得特别的安静 虽然它是一个无矿式的玻璃 但是它对外界的隔音降噪做的是应该说一流极佳 但是它这个车的紧致会让你感觉不仅仅是它调的紧 它的脚踏板比方说油门刹车方向盘都偏紧 和它的这种扎实感上 这台车是业界极致 而且它这台车有一点还很有意思 就是它这方向盘特别小 就像开一个紧致型轿车的运动型轿车的方向盘的直径很小 再加上它方向盘的底板是平的 就显得直径更小 它的这个浮条也非常的细 所以让你感觉特骨感 操控起来的感觉呢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 特别的喜爱 这个方向盘的转向调校也非常的直接 那它从最左到最右它只有2.2圈 你要想让动感很容易 就是用它的驾驶模式选择键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出现各种调校的驾驶模式 那么这个驾驶模式呢 当然你就选择动态 然后呢 把台单杆往边上一推 进入到手动模式 我觉得基本上你在一个路面上开 如果你是一个驾驶阶段比较丰富 又很喜欢开快车 并且手上的活玩的 还是比较熟练的话 那你开这车 你就是在街上 你见谁瞄谁 在山路上你见谁抄谁 但是我觉得它的发动机 也是让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地方 这发动机 现在是带有48伏的轻混系统的 那因此上呢 它对波轮增压器的帮助是很大的 那当你有了这种轻混的协助的时候 这发动机扭矩呢 是一个什么输出表现 它是一个500牛顿米的扭矩 340马力的V6涡轮增压发动机 那听起来这个数据呢 是很节制的 但是从1500转一直到5300转 它全是500牛顿米 将近4000转的扭矩平台 你说哪台发动机能有这么宽的扭矩平台 而且这发动机是V6的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异常甜美 这发动机你把它拉到7000转 你听到的都是非常甜美的运转声 无比的平顺 当然它的这种平顺感啊 这种清脆的感觉还得益于这台车 它本身的隔音降噪 发动机舱子这种声音的过滤 做的非常好 这种就是开高档车的享受嘛 动态驾驶的时候 如果要想把侧支撑调的更足 你就不能用物理按键 在座椅边上的物理按键来调 没有 物理按键它只有调座椅的这种 椅垫啊椅背啊 角度前后这种调整 要调侧支撑 你必须到 人机交互界面里边按进去开始调 而这个调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而且你调好了之后 它是不能动的 这一点它就不如奔驰那个好 因为奔驰那个是一个主动的 在你直线行驶 它放松 你一入弯道 只要重心一发生一动 它马上就开始迎合过来 对你提供支撑 那个感觉要比这感觉更好 像这种就是有点死板 但是它的支撑感觉我觉得坐得很到位 这车我在山路上疯狂的去试驾啊 就是因为太好开了 拼命的去享受它的过弯的感觉等等 这一路上山下山上山下山折腾了这么久 没有任何疲劳感 我觉得它的舒适性 坐得非常的到位 其实坐在这里边 坐姿和驾姿给你的感觉 是坐在一个离地面很高的位置上 在开一个运动化的轿车 所以和它的外观很像 上半身是一运动轿车 下半身是一SUV 这种感觉 由于它的重心比较低 你坐姿也低 然后它的轮胎特别宽 轮距也特别宽 所以你仍然能够感受到极其的稳定 看着是一大车 开着还是觉得是个大车 就没有像保时捷卡燕那种 看起来是一大车 但是开起来像是一个小一号的车 那么清零 但是它的这种整体的灵活性 其实这车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们在山路上驾驶的时候 我们要拍一些镜头 那就需要在山路上找一些空地 然后去掉头 掉头的时候我发现 这辆车是我 在这条山路上拍视频 掉头最利索的车之一 一把轮就过来 但是因为它转向太直接 它转向的圈数特别少 一开始你有点不适应 刚一打就转向就打到头了 但其实当你适应它之后 你发现 这个灵活性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白了吧 就是它其实跟你卡燕 它是差不多是一个底子 但是它们通过这种各自不一样的调教来呈现它各自不一样的风格 另外它相对来说 驾驶操控的感觉会让人感觉比较的稳重 比较凝重 那这种凝重感呢 可能会适合那种心率比较慢的人 兴奋度没有那么高的人 那么卡燕那种车型呢 就会让你感觉它很适合那种兴奋度更高的人来驾驶 舒适模式和动态模式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发动机的响应它会变缓 因为在舒适模式家 这发动机家就特别喜欢跳到很高的档位上 而这个时候它的转速只稍稍高过1000转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要去急加速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一个反应的迟滞了 那这种迟滞呢 它是来自于它的变速箱降挡需要的一个过程 给这这么重的一台车去加速的时候 力量稍微有点不够 它需要攒劲的 它攒劲的那个过程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迟滞 所以这种把舒适模式和动态模式之间 区隔做的比较大的这样的设定呢 它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每一次都得主动去选 它才能变化 因此当我们去选择一个舒适模式驾驶的时候呢 我们就别试图去采用动态的方式 而这种舒适模式驾驶需要 你把所有节奏都放缓 打方向的节奏踩油门的频率 节奏都应该放的比较平缓渐进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开起来非常的自如 而是很惬意了 试完Q8之后 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就是 既然能购买这样的豪华中大型SUV 还有没有必要去买那种常规型的SUV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 因为其实他们的价差呢 相差很小 咱们就拿顶配来比吧 Q8是1018,800 Q7是962,800 其实只差五万多块钱 这点价差不在话下 对吧 Q8那要远远好于一个Q7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它的观感体验 那要比Q7强太多了 Q7看起来就是很古板 很传统 而它的驾驶的体验 那仍然要远远的好于驾驶一辆Q7 所以你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呢 应该是这样一种结论 就是如果你去买Q7的话 那你只能是图便宜 而买Q8才能够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体验 因此上如果像是选Q8的话 我感觉啊 选高配的 从高配开始考虑 如果我能花得起八九十万 甚至上百万 那就应该去选择Q8 而如果我主要是为了实用 而不希望花那么多的钱 六七十万 那就选择一个比较低配的Q7 所以要说Q8这个车型推荐什么呢 我觉得你买四缸的其实也能有很好的体验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买六缸的 五五 那五五的车型呢 应该是次顶配和顶配的 是最佳的选择 好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夏东平车 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视频对您有用 那就欢迎关注T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